可不可以不要做皇帝啊 不可以 不过你可以选择做个好皇帝呀 怎么才能做个好皇帝呢 要仁慈 要孝顺 仁孝这两个字如果做到了 就会是个好皇帝 我是个好皇帝吗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皇上会如何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二臣必定会痛苦万分左右为难 胜与养育实在难分轻重 不 二臣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女人 大人 百语堂回去了 属下要他回县空岛 等侯同志 娘娘可曾安心 没有 娘娘哭作坊中 不言不动 安慰她了 大人 展昭有一言 不吐不快 你说 娘娘历经千辛万苦 忍受无比煎熬 如今总算可以平凡 皇上却多有顾忌 展昭想及娘娘心中之苦 一任无可忍 展护卫 公孙先生 安府要听展护卫说下去 嗯 展护卫若是不饶 又当了公侯 倘若展昭仍在江湖 必定立刻闯入进宫 将皇上带来府衙 要她当面向娘娘谢罪 然而 展护卫如今却不在家 请收展昭之言 倘若皇上如此不通人情 不分黑白 展昭这御前四品代刀护卫 不做也罢 展护卫千万不可 展护卫 说得好 大人 展昭果然不愧为展昭 畢竟不同于一般 慢说展护卫心声不平 便是本府也绝不做事 明日一早 本府就进宫面圣 既若皇上不肯听见 这开封府浮营之之 本府也绝不倦令 大人 本府虽不若展护卫 可以重返江 但若回到卢州老家 耕毒一生 又有何不可 大人 大人 姿势提大 还请大人三思 公孙先生 我被读书之人 入室所为何来 若不能分清黑白 距离立正 又如何整生民于水火 且百姓于道学 尽力 不能为娘娘平凡 名誉 又如何为百姓洗冤 与其 叹高官厚辱 而唯唯诺诺 失味肃残 不宁 求功力正义 而轰轰烈烈 金石流明 大人的教学 学生终生不好 他们朝中文武 皆如包大人一般 又何愁朝纲不振 宋氏不兴哪 然而在本府入宫之前 还有一事要办 公孙先生 大人 传本府令狱 明日一早 就将那郭槐自大牢之中提押出来 本府要声唐宣判 大人 不等犹太后道案在判吗 不能等 倘若皇上不追犹太后之作 本府也绝不让那郭槐逍遥法外 唐夏天派 郭槐 你身为内侍 就该安分守己 你却为了银河族上 挑起后宫争斗 勾结禅破优势 犯下滔天大罪 逼死成玉后诛 企图掩饰罪行 本府以大宋律力 判你扎刀之刑 本府以大宋律力 带人大 是 普通的刺口 是 大家是豪空中华 你不去杀我 本府奉旨将你逆法掌处 咱会无权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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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炸了郭槐 回皇上 郭槐罪不可赦 臣是依法而行 你是生怕 朕不再追究太后之罪 会连郭槐也会免刑 才速审速决 将他正法 皇上明见 朕说过 只要你不管太后之事 郭槐任意出之 启奏皇上 臣不能不管 你 你当真不肯撒手 非要管我赵家私物 你可知道昨夜 朕 朕 在生育之恩 与养育之情之间的矛盾挣扎 是彻夜难眠 难道 你非要避朕不可吗 皇上 李毛犯太子一案 绝不仅是赵家私物 而涉及皇室道同大宋国祖 非林太后而因李娘娘 也绝不仅是皇上私情 而关乎人心教化社会伦常 皇上自询 以仁孝制度 若是己身不正 又将何以证人 到日纵有天的 也不敢逼迫皇上 然而 如今 刘太后已是罪证确凿 皇上若是不下职 将她治罪 恐将难度 天下悠悠之口 皇上 保证 难道 你就不怕朕 割了你的官职 这莫说要臣的顶上路上 便是要臣的相上人头 臣也绝不能让皇上 背负这不孝的千古霸凌 保证 你 不怕全招贡了 除此之外 朕 也已知道 那位双目失明的老夫人 就是当年冷宫的李贵妃 也就是朕的生母 三十年的孟爷 毕竟还是应验了 毕竟还是应验了